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故事 老汉深夜见母猴难产出手 心善出手帮助 母猴出门别做花轿 明朝家境时期 汉中浮眠 独面 县靠东边有个长林镇 在小镇上有一个女子叫阿丽 年轻时候长得肤白貌美 前来提亲的青年小伙 把家里的门槛都踏破了 以前人们见道面都喜欢叫她阿丽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阿丽改行做了吻婆 经常帮着村里妇人接生 于是大家觉得再叫阿丽有些不合适 便改口叫她利姑 利姑的前半生命苦 父亲在她三岁时就过世了 只留下母女俩相依为命 等到利姑长大 虽然很多人上门提亲 但是利姑只提出一个要求 便赶走了一大半人 利姑的要求是 男方要做上门女婿 和她一起照顾患病在床的母亲 利姑提出这个要求后 所有人都觉得是个笑话 毕竟利姑不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 哪个男子愿意吃这些苦头 如此委屈自己做一个穷人家的上门女婿呢 哎 你还别说 当年还真有一个小伙子愿意留下来 任凭利姑怎么敢也赶不走 最后成功娶了利姑做媳妇 这个小伙子叫李志 人如其名 不仅长的英俊 还是一个非常有才气的读书人 当年李志在进京赶考的路上 听闻了利姑招上门夫婿的消息 她过来一瞧 就对利姑一见钟情 利姑见其他男人 都被自己提的条件下走 最后只有这个叫李志欧书生留下来 便走过去劝道 你也走吧 你是个秀才 将来还要考取功名 坐上门女婿实在有些委屈了 利姑的善解人一病没有劝动对方 只见李志眼神坚定地说道 阿里 我不走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提一眼看见你 我的心里就再也容不得其他女子 利姑起初是不愿意嫁给对方的 毕竟对方是个书生 将来还要上京考取功名 若是考上了上门女婿的身份就会影响对方的前途 倘若考不上 她一个弱女子怎么养的活着一家人 不过 利姑最终还是被对方的痴情打动 选择了嫁给对方 成亲后 两人非常恩爱 没多久 利姑就怀了身孕 等利姑怀有身孕后 家里突然没了生活之称 一个只会读书的秀才 又哪里懂得赚钱养家 和操持家里的柴米油盐呢 利姑没有抱怨 拖着有身孕的身子出去干活 回家还要安慰丈夫道 相公 我今天又挣了三文银子 等多攒一些 你进京的盘缠就够了 李智有些感动 握住利姑粗糙的双手 深情款款的说道 阿里 等我高中了 一定派人进你们去享福 等秋季快要到的时候 李智便准备上路了 临别前 她看着挺着大肚子的利姑 留恋不舍的说道 阿里 你照顾好自己 一定要等我回家 利姑跑进屋 从枕头里拿出所有的积蓄 塞到对方手里 泪眼婆娑地喊道 相公 等你考完试 孩子也出生了 我们一起在家等你 李智离开的半个月后 利姑正在干活时 肚子突然一阵疼痛 幸亏被隔壁的张婶看见 给她扶进屋里 张婶看到利姑的羊水破了 拍着大腿喊道 呀 阿里这是要生了 我得去请稳婆来 过了一会 稳婆被张婶请来了 可对方瞧现利姑的情况后 眉头一皱 面部难色道 这是难产迹象 孩子怕是保不住了 利姑听到这句话 满头大汗地喊道 求求你 保住孩子 别管我 一定要保住孩子 柳氏对稳婆说道 别听她的 先要保住大人 究竟是保大人 还是保孩子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稳婆看了一下情况 心里便有了书 最终还是保住了利姑的性命 利姑得知孩子没了 哭得伤心欲绝 而且她不知道丈夫回来以后 自己该如何向对方交代 只是一年过去了 两年过去了 理智始终没有回来 这些年 利姑因为孩子的事情心生愧疚 她学习了 她学习了接生的手艺 十里八乡 哪家富人生孩子 她都会去帮忙 乡亲们都知道 利姑心善守巧 在她手里接生的产妇 能少收些苦 孩子最后也能够平安无事 利姑帮人接生 从来不收钱 因此村民们都对她感恩戴德 后来有人帮着她打听李智的消息 没过多久 村里的刘三刀从外面带回一个消息 说是李智高中探花 如今娶了京中大官的女儿 刘三刀是村里的老光棍 这些年一直惦记着利姑 她嘴里说出来的话 利姑自然不信 可刘三刀说的有鼻子有眼 乡亲们却慢慢都相信了 有人劝利姑对李智 还是死心吧 重新找个老实人好好过日子 可是利姑心里有期盼 怎么也不肯答应 这一天 利姑在门口晾衣服 村里的大壮急匆匆地跑来说道 利姑 俺家媳妇要生了 你快去看看吧 利姑闻听此言 赶紧放下手中的火 跟着对方去了 等到了地方 利姑见大壮媳妇 躺在床上痛哼不已 她握着对方的手安慰道 别急 一定会漠视的 利姑已经确定对方是难产迹象 当下需要先稳定产妇的情绪 然后再帮对方接生 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烧热水来 利姑看着在一旁发呆的大壮 赶紧训斥了一句 在接生的时候 产妇非常痛苦 会有大量的汗液分泌 用热水清洗 会减少很多不适感 利姑将一条毛巾打湿 然后放在产妇的口中含着 这样一来 产妇可以咬住毛巾 减轻痛苦 也可以及时补充身体的水分 用力 用力 再用力点 利姑一遍又一遍地喊着 双手轻扶在产妇的小腹上 帮着扶整胎围 哇 随着孩子的一声啼哭 众人心里紧绷的一根弦踪算放了下来 母子平安 利姑抱着孩子 笑着说道 大壮对利姑千恩万谢 今天这种情况 若不是利姑出手相助 恐怕麻烦就大了 利姑忙完 已经是身心疲惫 因为家里还有一位老母亲 她没有留下来吃饭 一个人向家走去 娘 娘 我回来了 利姑在门口喊了几声 没听到有人答应 她赶紧走进屋里一瞧 只见柳氏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娘 娘 你怎么了 利姑赶紧跑到进前 关切地问道 母亲轻轻地握住她的手 有气无力地说道 孩子 娘不行了 娘活不了祭天 可谓娘想看着你身边有人照顾 娘 你末世的 我去请郎中 利姑说完 顾布的身上的疲惫 又跑到镇上 把郎中请了过来 郎中给柳氏把完卖以后 眉头突然一皱 利姑见状 急忙问道 李郎中 我娘她怎么了 李郎中面露难色 思量了一番说道 你娘的病症恶化 应该是中毒的缘故 中毒 利姑听完大吃一惊 她娘亲一直在家里 好端端的怎么会中毒呢 没错 应该是乌头草 不过这是一种慢性步 李郎中在一旁解释道 乌头草 利姑有些疑惑 不过很快冷静下来问道 李郎中 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救我娘 李郎中说道 在后山上有一种甘草 每天用甘草泡水 服用半个月即可 等李郎中离去后 利姑便准备上山去采药 甘草是豆科植物 一般生于前造草原 和向阳山坡上 在春 修两季挖出 需要去掉须子晒前之城 它的表面呈红棕色 或者棕灰色 有纵形皱纹 质地较坚硬 味道较甜 故名甘草 李姑采摘了一筐甘草 下山时天色快黑了 这时 从旁边的树林中 传来几句声音 她拨开杂草 走过去一看 原来是一只母猴子 躺在地上痛苦的嚎叫 那母猴大概也听到动静 见利姑走进来 赶紧爬起来 谨慎地看过来 咬牙咧嘴地 想要吓唬利姑 你别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利姑试探性地 和对方沟通着 那母猴子 大概是感觉到了利姑的善意 暴躁的情绪开始稳定下来 可没过一会 她又倒在草地上来回翻滚 表情十分痛苦 利姑走到跟前一看 发现猴子腹部隆起 心里嘀咕道 好像这只母猴子要生宰了 母猴子生宰和人一样 一不小心就会有生命危险 刚刚母猴子表现出来的样子 应该是有难产迹象 生宰比较困难 想到这里 利姑小心地问道 猴子啊 你是不是要生宰了 母猴子躺在地上 听到利姑问自己 她竟然连连点头 她好像能听懂我说话 利姑心里一喜 如果对方能听懂她说话 这样就省去很多麻烦了 利姑赶紧示意母猴躺下 身体不要乱动 然后郑重地说道 猴子 你若是相信我 我能帮你接声 听懂就眨两下眼睛 母猴听完眨了两下眼睛 非常乖巧地躺在那里 一动不动 等着利姑凑近过来检查 利姑蹲下身子 开始检查母猴的腹部 瞧着应该是胎位不正 想要顺产 恐怕有些困难 她眉头紧皱 继续与母猴沟通道 生崽子很疼 你要忍一会 利姑说完 从身上撕下一片衣服 然后跑到山谷流水处沾湿了 让母猴子用嘴含住 母猴子听话照做 紧接着利姑就开始为其接声了 过了一会儿 猴宝宝的身体也显露了出来 母猴面部的表情有些痛苦 不过疼痛倒也承受住了 利姑扶正了猴宝宝的身体 在一旁鼓励道 很不错 再用力一些 可在这时 猴宝宝出来一半之后 母猴面上的痛苦之色 变得非常猙獰 嘴里的那块湿布也被吐了出来 利姑紧皱眉头 看样子猴宝宝呆住不想出来 庞扶就被卡住了一样 无法往前移动一步 尽管母猴子很用力 但还是没有办法生出来 利姑知道这是难产 于是用一只手托住猴宝宝的脑袋 另一只手轻扶母猴的腹部 然后慢慢用力从旁辅住母猴 此时天都黑了 所幸的是月光透过树林洒了下来 过了好一会儿 猴宝宝宝终于顺利的从母猴体内分泌而出 利姑忙得满头大喊 看到母子平安后 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把猴宝宝送到母猴面前说道 恭喜你生了小猴子 辛苦了 母猴子看着利姑 眼睛里湿润了 他心里清楚得很 如果没有利姑的帮忙 恐怕他和猴宝宝都有生命危险 利姑知道母猴子心里感激自己 他笑了笑说道 我不过是举手之劳 是你自己的足够坚强 母猴子听到这番话 突然蛇身钻进树林 没过一会儿 双手捧着一个菇状的东西 向利姑递了过去 这是给我的吗 利姑有些意外地看着这一幕 母猴手中的东西应该就是猴头菇 只是和山中那些猴头菇却有些不同 眼前这个应该是年份很久了 却有保养的极为新鲜 母猴子点了点头 突然口吐人言道 恩人 谢谢你救了我 这是三年开花 三年结果 三年才生疏的猴灵之 他有起死回生之功效 今天你救了我们母子的性命 我把它送给你了 利姑听完以后 连忙白手拒绝道 不行 这太珍贵了 我不能受 母猴子先利姑 利姑不肯收下猴灵之 她突然提醒了一句道 恩人 当你出嫁十千万别做花轿 利姑不解其意 本想追问几句 可是想到家里的母亲还中毒躺在床上 于是她赶紧辞别母猴 继续向山下的家中走去 到了家门口 她听到屋里有说话的声音 便脚步静悄悄地走过去听了一回 只听得刘三刀在屋里说道 大娘 要不是你这个脱油瓶 阿丽早就嫁给我了 哪里会嫁给那个穷书生 你看现在那穷书生发达了 哪里会管你们母女的死活 柳氏听完这番话 艰难地咳嗽了几声 脸色表情苍白 想说的话如梗在喉 在刘三刀看来 当初若不是柳氏拖累 利姑也就不会提出男人上门的条件 那样的话 她进水楼台先得月 怎么也不会便宜了那个穷秀才 来 趁阿丽不在 你赶紧把这个药喝了 刘三刀端着一个碗 里面是屋头草浸泡的药水 啪 就在刘三刀墙逼着柳氏喝下药水时 利姑赶紧从大门冲进去 一把夺过那只碗 在地上摔得粉碎 刘三刀 你要干吗 你想下毒 害死我娘吗 利姑怒失对方质问道 刘三刀看到利姑突然回来 神情有些惊慌失色 她强行解释道 阿丽 你听我说 我这是为你好 若不是你娘拖累你 我们两座一对夫妻多幸福 住嘴 我就是一辈子不嫁人 也不会嫁给你这种无赖 你给我滚 利姑痛恨道 好 阿丽 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看今天有谁来救你 刘三刀突然一脸阴险的笑容 慢慢地靠近对面的利姑 你要干什么 别过来 利姑有些惊慌地喊道 阿丽 你知道我喜欢你很久了 你就从了我吧 刘三刀说完 整个人向对面的利姑扑过去 咻 就在这时候 一块石头突然从门外扔进来 砸中了刘三刀 哎哟 刘三刀捂着流血的脑袋 大声喊道 是谁 给我出来 看我不扒了你的皮 刘三刀喊了半天 没有动静 没打算放弃这次机会 继续向利姑欲行步轨 砰 又一颗石头扔进来 砸中了刘三刀 气得他捂住脑袋 冲出外喊道 谁 有本事给我出来 背后偷袭 算什么英雄 刘三刀这一喊 倒把村里的乡亲们给喊来了 利姑见人多了 站出来寻赤道 刘三刀 你欺负我们母女 更是禽手不如 大家听李姑说吧 这才知道刘三刀刚刚做的那些丑事 有人嚷着要把刘三刀送去报关 刘三刀一听害怕了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求饶道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村长刘福是刘三刀的堂叔 他虽然不齿自家侄子做出这重丑事 可毕竟有这样一层关系在那里 若是报关了 恐怕会连累他的村长也当不了 刘福叹了一口气 看向利姑说道 孩子 你想怎么处置他 我尊重你的意见 刘福说完 赶紧向刘三刀施眼色 对方见状明白过来 贵道在利姑面前求情道 利姑 我知道错了 求你放过我吧 我以后再也不敢害人了 利姑心软 于是道 刘三刀 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等利姑这句话说出来 刘福也知道该怎么处置了 于是他将刘三刀赶出村子 让对方以后不要再回来 否则乡亲们不会放过他的 利姑得知村长这样的处置结果后 也没再说什么 当所有人都散了以后 他站在屋外四处看着 像是在找什么 刚刚留三刀图谋不轨时 分明有人站在外面用石头砸他 只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他心里有些激动 难不成是丈夫李志回来了 然后在暗中保护他 就在利姑准备关门时 突然看到外面一只猴子 从屋前一棵大树上跳下来 身影一闪一闪而过 转眼就消失在夜色中 利姑突然明白 原来就自己的是那只母猴子 对方应该是为了报恩 担心他走夜路不安全 才一路将他护送到家 后来见利姑被欺负 于是出手相救 三个月后 柳氏还是带着遗憾走了 他这辈子过得贫苦 不过却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在身旁 只是没看到女儿出嫁 尝了他永远的遗憾 这一天 利姑从外面忙忙回家 隔壁张大神拉着他说道 孩子 你真是好福气 马上要做官夫人了 石魔官夫人 利姑一脸茫然 不知道对方说什么 两个人正说话间 只见一队人马敲锣打鼓 抬着花轿走过来 队伍当前一人问道 谁是刘丽 利姑站出来说道 我就是 你们找我做什么 我们受李大人之命 前来接夫人回家 那人说道 回家 我的家就在这里 等等 你们刚刚说的李大人是 利姑这时才反应过来 难道对方口中的李大人 就是自己的丈夫李志 夫人 李大人是您的丈夫 如今大人已经在府衙荡差 是汉中府的通判 那人解释道 汉中府通判 村里人听到这里 吃惊不已 要知道 通判可是各府的父职 谨卫于知府 同知之下 掌管良运 家田 水利和诉讼等事项 对州府的长官 有监察的责任 当年的穷书生 今年未闻消息 如今在回来时 摇身一变 竟成了朝廷的大官 这个消息 别说村民大吃一惊 就连利姑也有些不知所措 利姑泪眼汪汪 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心里一直期盼 这一天早点到来 可是突然来了 他好像早就忘了那个男人 不过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终归是一件喜事 利姑在众人的张罗下 欢喜地坐上了花轿 热闹的队伍一路出了村子 向府城的方向走去 利姑听着花轿外面的锣鼓声 心情却是特别堵得慌 她和丈夫已经很多年没见了 对方的模样有没有变化 如今她已经认老猪黄 对方还会喜欢自己吗 利姑胡思乱想着 突然发现外面的锣鼓声已经停了 只有静悄悄的脚步声 她掀开轿连问道 我们这是到哪了 脚子外面一位丫鬟说道 夫人别急 我们快到了 利姑看着周围陌生的山路 突然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这条路好像不是通往府城的方向 你们快停下来 我要回去 利姑喊道 砰 花轿突然被放下 刘三刀的笑声传来 阿力 咱们好久不见了 你可还记得我 哈哈 利姑一听这声音 知道自己上当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刘三刀的诡计 阿力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 你何故如此狠心对我 你知道我被赶出村子 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吗 刘三刀一声音笑道 刘三刀 你要做什么 你有今日 都是自己就由自取 与我何干 利姑道 哼 你宁可嫁给那穷书生 也不肯嫁给我 我有今日 都怪你无情 既然你不喜欢我 我得不到的 也不能便宜了别人 刘三刀说完 继续让人抬着花轿 向山上走去 原来刘三刀被赶出村子以后 在外面偷吃东西 被人打了一顿 于是他一气之下 竟动手杀害了别人 后来刘三刀被官府通缉 逼得他上山做了土匪 专干一些打家劫舍的勾当 前段时间 他听闻李治当了汉中府的通判 而且亲自带兵前来剿匪 他心里记恨 想着报复 于是半路截杀了李治派来迎接 利姑的人 李治当通判的消息 很快传了回来 只是众人没想到 刘三刀这帮土匪竟然会冒充 一行人抬着花轿 马上要进山寨时 身后响起马蹄声 原来是李治文听消息后 亲自带着官兵赶到了 刘三刀 你快放了利姑 否则我踏平山寨 李治喊道 相公 利姑听到丈夫的声音 刚想探头说几句话 却被刘三刀一把勒住脖子 一声也吭不出来 李治 你一个穷书生 上门女婿 有什么资格跟我争阿力 刘三刀冷笑道 我从来没有跟你争过阿力 因为你不配 我和阿力是真心相爱 就算我是穷书生 做了上门女婿 今年不限又如何 我们的爱每日巨增 永远不会消失 李治说道 李姑听了这些话 眼里失红了一圈 这些年对方没有消息 他也一直不肯再嫁 原来都是因为爱没有消失过 李治一声令下 那些官兵将重过来的土匪都制服了 此刻 刘三刀知道大事已去 他已经没有退路 于是带着利姑退到悬崖上 节节一笑道 李治 你当了官又怎样 你娶了阿力又如何 只要阿力一死 你在他人眼里 不过就是一个负心汉 这辈子别想和阿力共度余生 就让他陪着我在阴草地府里 做一对夫妻吧 哈哈哈哈 刘三刀说完 江丽姑推下悬崖 紧接着自己也跟着跳了下去 他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世界 眼里充满了怨恨 阿力 李治大喊一声 整个人扑过来 可还是晚了一步 他朝旋崖下哭喊道 阿力 都怪我 我来晚了 让你吃了太多苦 原来李治高中后 被礼部王尚书赏识 想让他当成龙快婿 王尚书承诺 只要李治点头答应 他会用自己 在朝廷的人脉 为他谋一个出路 将来一定可以高官后路 不过李治从今往后 必须和家里妻子断绝往来 在外人看来 王尚书很有诚意 这样一门亲事 可遇不可求 可李治不愿抛弃妻子 独享富贵 所以拒绝了王尚书 不过这次拒绝 也彻底得罪了对方 后来遭到同僚陷害 他被关进大牢 直到王尚书因贪污被抄家 李治才得以被朝廷重新利用 李治哭得伤心欲绝 他得知 妻子这些年 因为没有保住孩子而愧疚 帮助别人接生 吃了很多苦 也受尽了委屈 心里更不是滋味 李治以为 他将李姑接到身边 可以享受荣华富贵 没想到这次却害了对方 相公 你说的那些话 我可都听到了 这时 李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李治猛然一震 回头看去 只见李姑安好无损地站在那里 像落下凡尘的仙女一般 这刚刚你怎么 李治看着美丽的妻子 说话有些语无伦次起来 李姑冲对方一笑 然后解释道 这次多亏了猴妈救了我 原来李姑被推下悬崖时 母猴也跟着跳了下去 她一把抱住李姑 然后用尾巴勾住了悬崖峭壁上的一棵树 李姑被母猴救了以后 她听到李治这些年的经历 没想到丈夫对她一往情深 只是她不敢再面对李治了 因为上次难产 导致她再也怀不上孩子 而且这些年过去 她也变得人老猪黄 又怎么配得上高官后路的丈夫呢 母猴像猜透了她的心思一般 接着 她不知道从哪掏出一颗珠子 递到李姑面前说道 这颗猴灵珠是我用灵质炼制 它可以让你的身体恢复如初 而且回到你最美丽时的模样 这一次 莫等李姑拒绝 那颗猴灵珠便送入她的口中 只见她的身体上流光一彩 片刻后 李姑果然变成了年轻时的模样 母猴看到一对有情人 忠诚眷属 欣慰的一笑 然后钻进树林中消失不见了 相公你看 峭壁上有一首诗 上面写了什么 快读给我听听 李姑看到前边的山石上 一道金光闪过 两行字显露出来 激动地问道 李志抬头看去 口中念道 天涯地角有穷石 只有相思无尽处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郎中救下阿婆 大婚时 阿婆进祖兰道 夜里千万不要同房 故事发生在明朝时期 在一个名为天水镇的地方 有一个少年正在院里劈砍住木柴 此时一个妇人早已经累到在地 她望着不断挥舞住柴刀的少年 眼神里仅是心疼之意 少年名为夜风 旁边的妇人便是她的母亲王氏 母子俩平日里便靠住砍柴卫生 如今王氏上了年纪 体力也是越来越差 因此夜风总会抢过柴刀让母亲好生休息 夜风的父亲乃是一个有名的富商 从小他便是含住金钥匙出生的 可是原本富裕的家庭 却由于一场意外的出现而破裂 那天夜风的父亲一大早便坐着马车出门了 结果到了晚上都没有归来 这可急坏了王氏 因为丈夫说过天黑前便会返回 于是王氏便准备安排下人外出寻找 也就在这时夜家的马车便回来了 王氏见状不禁松了口气 可不等他开口 那马夫便颤抖地说道 夫人 不好了 老爷他出了意外了 闻言王氏浑身一颤 便赶忙来到了马车旁查看 可是这眼前的一幕 却令他险些昏倒在地 因为此时的丈夫浑身是血 气息也是越来越微弱了 于是王氏赶忙让下人去请郎中 但是丈夫的伤势太重 没有挺到郎中到来 便彻底断了生机 这一夜夜家的天塌了 王氏也是哭泣了一整晚 他没有想到丈夫竟然会意外离世 这可让他们娘俩怎么活呀 带到处理完了丈夫的丧事 夜家的产业突然被其他的同行联合攻击 王氏对着商业知识一窍不通 所以仅仅几天便将家中所有的积蓄都赔了出去 母子俩就连纳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于是王氏只好带住年幼的叶峰来到了天水镇 他卖掉仅有的一个首饰 这才换来了一间破旧的茅草屋 母子俩便在这里相依为命 王氏望住大汗淋漓的叶峰 心中很不适滋味 他作为母亲 根本就没有让叶峰过过一天好日子 跟着自己是又受苦又受累 不由得鼻子一酸哭了出来 叶峰听到母亲的哭泣声 赶忙跑到母亲身前安慰道 娘您怎么哭了 是不是风儿做的不好惹您生气了 看到如此懂事的叶峰 王氏便一把江崎雍在怀里说道 风儿没错 都是娘亲不好 让你一直受苦受累 文言叶峰不禁笑道 娘 风儿才不觉得苦呢 当我长大我一定要学好本事 让娘过上好日子 看到叶峰坚定的模样 王氏不禁心生感动 他轻柔地为叶峰擦去额头的汗珠 柔声说道 娘相信你 我家风儿最有本事了 可是王氏心里明白 如今他们默认没事 想要出人头地是多么的困难 本想着安慰叶峰一犯 没想到就在几天后 便迎来了命运的转折 这天叶峰和母亲背着木柴准备出门 他们需要步行到旁边的小镇里 那里有一个集市 虽说距离不近 但是每次都能够卖个好价钱 母子俩边走边吃住干粮 这干粮乃是叶峰从山上捉到的野兔野树 将其做成肉钱食用 虽然味道一般 但是极为的顶饿 约某两个时辰之后 母子俩终于是感到了集市 此时已经有很多人来此处探了 王氏带着叶峰四处寻找 想要找一个好一点的摊位 可就在这时 人群中突然一阵骚动 叶峰望去 发现竟然有一辆旅车失控了 那旅车正吵住人群飞快地跑去 人们见状纷纷躲闪开来 可突然叶峰发现 有一个老乞丐却被别人挤倒在地 而那旅车前进的方向便是这里 于是叶峰二话不说便朝着老乞丐跑去 王氏一看不由的大惊 赶忙出声道 风儿快回来 那旅车拦不下来呀 王氏的话也是惊动了周围之人 人们发现叶峰想要救那乞丐 不由的计讽道 真是不知死活的小子 自己找死谁也救不了你 叶峰却只有一个想法 便是去救下老乞丐 那旅车距离老乞丐还有一段距离 叶峰认为自己能够在旅车到来之前将他救出 可是叶峰却是孤寂失误了 当他到达老乞丐身旁的时候 旅车也已经到了 情急之下 叶峰便一脚将那老乞丐踹开了半米 随后就看到叶峰被那旅车撞飞了出去 瞬间便砸烂了身后的摊子 王氏健壮大脑不禁一片空白 他跌跌撞撞的来到叶峰身前 发现此时的叶峰浑身都是血迹 吓得放声大哭 王氏扑通跪倒在地大喊道 谁来救救我的孩子啊 我愿意为你们做牛做马 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吧 可是周围的人谁也没有一动半步 不知道内心在想些什么 就在这时 之前被叶峰救下的老企却走了过来 只见他从怀中掏出了一根银针 对着叶峰便扎了过去 王氏本想住阻拦 却被老乞丐一句话拦了下来 莫动 我这是在救他 健壮王氏只好站在原地祈祷奇迹的出现 就在老乞丐下针之后 拿叶峰身上的血便止住了 如此神奇的一幕让大家是叹为观止 王氏也是激动不已 随后又见到老乞丐再度失真 那叶峰原本苍白的脸色竟然渐渐的变得红润了起来 片刻之后 叶峰终于是睁开了眼睛 如此神奇的一幕让大家是震惊无比 突然有一人开口道 我知道了 他就是神医无三针啊 传闻他早已金归隐山林 没想到竟然成了一个乞丐 文言大家也是意外不已 无三针的名号他们谁没听说过 据说只要这人还有住一口气便能够救回来 于是大家便轰然上前去拜访老乞丐 可老乞丐却没有理会 而是对着叶峰笑道 孩子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你可愿做老夫的弟子 老夫愿将这一身的医术都传给你 文言全场哗然 谁能想到 无三针竟然亲自收徒了 当初找他拜师的人数不胜数 而且开出的条件也是极为的丰厚 但都被无三针拒绝了 没想到无三针竟然会收一个少年为徒 让他们心生嫉妒 叶峰强忍住身上的剧痛 他跪倒在老乞丐身前恭敬地说道 师父在上 还请受徒儿一拜 老乞丐满意地将叶峰扶起 随后便和王氏一起 掺住叶峰回家了 望着老乞丐离开的背影 大家不禁心中后悔不已 若是之前出手的是他们 恐怕如今这好事便会轮到自己了吧 在回家的路上 老乞丐也为叶峰买了点掉里身体的药材 在他的一番治疗下 仅仅数日叶峰便全然恢复了 之后 叶峰便开始跟随师父学习医术 这医术极为的枯燥 像叶峰正是完的年纪 所以老乞丐并没有对他严格管教 可是叶峰却没有放松半课 早早地便完成了师父的任务 因此 吴三针对叶峰是越开越满意 便决定将自己的针法传授于他 吴三针将叶峰叫到身前说道 徒儿 从今天开始 你要开始修炼内力 这三针只有在内力的操持下 才可以发挥最大的功效 只见吴三针从怀中掏出了一门修炼内力的古书 叶峰接过古书 心中也是激动万分 于是便在师父的指导下开始练功 如此一坚持便是三年 如今的叶峰也已经长成了一个壮硕的小伙子 此时怨落之中 已经挤满了来此看病的病人 原来就在一年前 叶峰便已经将针法练到小城了 如此天赋让师父也是激动不已 没想到他误打误撞 竟然收到了一个天才 于是这一年的时间 叶峰的医术便是明扬万里 经常会有病人不远万里来找他看病 也因此家中的日子是越过越好 而吴三针则是选择了离开 让叶峰很是惋惜 因为他知道师父早已经看破红尘 只愿在这人世间去寻求感悟 这天叶峰看完了最后一个病人 已经是到了深夜 王氏赶忙端来了一碗鸡汤 递给叶峰道 峰儿 若是累了便少看些病人 要以自己的身体为主啊 如今的王氏看上去非但没有衰老 反倒是年轻了几分 这也多亏了这些年 叶峰被他调理身体 再加上条件好了 王氏再也不用辛苦劳作了 叶峰喝了一口鸡汤随后便说道 娘 人家大老远来找我看病 我哪有拒绝的理由 您放心 我修炼了内力 这身体壮的和牛一样 望住精神满满的叶峰 王氏赶才放下心来 如今啊 他也就盼着儿子能够早些 成家他便知足了 只不过叶峰一直推脱此事 因为这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病了 第二天一早 叶峰正在院里练功吐息 突然大门被敲响 叶峰只好停下来前去查看 开门后发现一个老者正站在门外 老者见到叶峰出来赶忙行李道 在下是周府的管家 特来请叶神医前去为我家老爷治病啊 闻言叶峰不禁一愣 他所说的老爷定然就是那周园外了 据母亲所说 这周园外与他的父亲乃是旧事 当初父亲出世之后 若不是周园外出手 恐怕他们母子俩早就被那群奸商所害了 因此叶峰便答应了下来 于是在和母亲打了招呼之后 叶峰便跟随管家离开了 这一路上叶峰发现管家似乎极为的紧张 总是打量住四周 而且这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可就在路过一处乱坟岗时 叶峰这才知道了原因 只见一群骑马的大汉突然将他们拦了下来 那群人一个个的都是黑沙蒙面 看不清面貌 管家健壮不禁大惊 其中一人便说道 你这老头我早就说过 若你敢在请郎中 我定然要你的性命 文言管家不禁怒喝道 你们到底受何人指使 我家老爷积德行善 从未招惹过任何人 为何你们却要做出如此之事 可那大汉显然不愿回答管家的话 便朝着马车围杀而来 管家见事不妙 赶忙对着叶峰说道 叶神医 一会我来挡住他们 你驾驻马车快逃 文言叶峰不禁心中意暖 只见他风轻云淡地说道 老伯您就好生休息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说吧叶峰便一个腾空落在了马车前面 只见一个大汉以矜持刀赶来 只见他挥舞住大刀便朝着叶峰劈开而去 管家见状不禁大喊道 叶神医小心 万万不可冲动啊 话音刚落 就见到叶峰从手中弹出了一根银针 那银针速度极快 眨眼间便射入了那大汉的死穴 使得瞬间就从马背上跌落在地 身上的生机已然消失不现 见状其余鸡人不禁一愣 互相看了一眼便一共发起了攻击 叶峰不紧不慢地从怀中取出了鸡根银针 对着那鸡人便是飞射而出 那银针在叶峰魅力的操控下 似乎长了眼睛一半 十分精准地便射中其余鸡人 一时间所有人都跌倒在地 与之前不同 这些人并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身体无法动弹罢了 见到如此一幕 管家不禁对叶峰又高看了几分 没想到一个郎中竟然有著如此高的武技 突然管家上前一把扯下了那鸡人的面纱 见到这真面目时 管家不禁大惊 他怒喝道 老爷平日里待你们不薄 没想到你们竟敢做出如此之事 我定然不会轻饶了你们 说吧 管家便将几人都设进了马车 带回了周家 可是无论周家如何审问 这一几人都没有说出背后的黑手 于是周家也只好将他们送到了官府 随后叶峰便开始为周园外施针 过离个时辰之后 叶峰发现这银针竟然都变成了暗黑色 显然是有人在暗中给周园外下毒 带到这毒素都被叶峰清理掉 周园外瞬间感觉浑身一清 庞扶自己都年轻了几岁 于是周园外对叶峰甚是感激 周园外说道 若是叶老哥还活着 定然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文言叶峰也是心头一酸 周园外继续说道 不知叶神医可曾婚配呀 叶峰摇头道 在下未曾婚配 周园外不禁笑道 如此甚好 我周家之女周东梅 恰好到了出嫁的年纪 今日老夫便自作主张将他许配于你了 文言叶峰不禁一愣 随后便见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走了进来 叶峰不禁看得有些入神 周园外看到叶峰的一样 不禁轰然大笑 于是叶峰便答应了下来 周园外心情大好 将二人的婚事定在了三日之后 叶峰提出回家将母亲接来 周园外便安排了最好的马车送他前去 半日之后 叶峰终于是接到了母亲 就在二人快到周家之时 叶峰远远的便看到一个阿婆倒在了树下 叶峰二话不说便冲到了阿婆身旁 他赶忙为阿婆检查了起来 发现阿婆并无大碍 只是多日不曾进食饿晕了 于是叶峰便为阿婆买来了吃食 带到阿婆恢复之后 对叶峰是感激不尽 叶峰又拿出了一些银两送给了阿婆 阿婆接过银两很是感动 阿婆望着叶峰不禁问道 请问你可是叶神医 叶峰点了点头 阿婆见状不禁一惊 她赶忙低声说道 叶神医待你大婚之日 万万不可同房啊 切记 切记 说吧 阿婆便四下张望了一番 生怕这话被人听了去 随后阿婆便急匆匆地离开了 叶峰便将阿婆的话悄悄记在了心里 于是鸡人便来到了周家 周园外第一次回亲家 自然不能失了礼节 便备上了丰盛的饭菜来招待王室 在饭桌上 叶峰也是发现了另一个女子 此人名为周采蝶 据说是周园外收养的一女 不过此女似乎不太友善 随意吃了几口便离开了座位 让周园外也是有些不解 很快叶峰的大婚之日便到了 此时周家已经挤满了千来祝贺的宾客 一众吓人也是忙碌万分 不过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祝喜悦的表情 就在这时 管事高声喊道 即时已到 有请二位新人入场 话音刚落 随即便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而叶峰两人也随之缓步而来 感受住大家的热情 叶峰心中甚是欢喜 随后一事过后 叶峰便留下来敬酒 周园外对自己的女婿甚是爱护 待她喝得有些酒意后便让她离开了 于是叶峰便朝着洞房赶去 俗话说春宵一刻值千金 她可不能错过了这人间美事 很快叶峰便到了那洞房之内 此时她看到妻子正端坐在床边 借助九一叶峰不禁心中躁动了起来 于是叶峰便要朝着妻子扑去 可突然之前 阿婆的告诫出陷在了她的脑海中 让叶峰的动作不禁慢了半分 就在此时 妻子突然手持一把匕首朝着叶峰次来 幸亏叶峰慢了这半分 她猛然扭转身子躲避 不过那匕首还是将叶峰画出了一道口子 不过并无大碍 叶峰瞬间便久意全无 手绣中突然出现了一根银针 一击便将妻子控制住了 叶峰上前掀开妻子的盖头 发现竟是一个男人 叶峰大怒便将她抓到了周园外的身前 周园外也没有想到此人会如此大胆 于是在她的严加拷打下 此人终于说出了幕后之人 竟是那周采蝶 等周采蝶被抓住时 非但没有害怕 反倒是一脸怨恨 周园外不禁问道 你为何要做出如此之事 闻言周采蝶不禁怒喝道 还不是因为你偏心 将这周家的产业都交给亲生女儿来打理 而我什么也得不到 既然如此 我只能自己来争取 闻言周园外不禁说道 你这孩子为何会如此想 东梅心思缜密 适合经商 而你天性爱玩 自然无法去经营店铺 可是东梅有的你也一定会有 我一直将你当作是我周家的亲生骨肉 听到周园外的解释 彩蝶不禁浑身一颤 是啊 他从来都没有主动问过父亲 只是靠自己的猜测 因此这层血缘关系 他从小便极度的自卑 生怕周家抛弃了他 如今事情成了如此地步 周家还容得下他吗 此时周园外继续说道 之前的毒也是你下的 找人伏计郎中也是有你所谓 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只因为你是我的女儿 不过今日之事还需由叶峰做主 听到周园外的话 周采蝶早已经哭成了泪人 他心中无比地后悔 他如今真心地悔过了 他想要去弥补自己的过失 于是彩蝶扑通 便跪倒在了叶峰 身前不住的磕住巷头 叶峰见状也是微微一叹 随后便上前将他搀扶了起来道 家人万万不可猜疑 如今你诚心悔过 我便给你这次机会 若是你日后再犯 我定然不会轻饶了你 文言彩蝶不禁大喜过望 而周家之人也为叶峰的大度而赞叹不已 自此以后 一家人再也没有出现过矛盾 齐心协力一起将日子越过越好 任谁看了都是羡慕不已 协在最后 叶峰的命运很是坎坷 但是他的善良却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了他 叶峰救助吴三针将他带上了学医之路 叶峰救助周园外 因此遇到了自己的命中人 叶峰救助阿婆 从而躲过了这致命一击 由此看来善良之人自然会有神主 而那些行恶之人 最终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以此也告诫我们 在生活中要多行善事 勿以恶小而畏之 勿以善小而不畏 坚持去做好运自然就来了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